1942年9月10日 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元禅来到拉巴尔 目的是协调陆军和海军的行动 由于之前负责对接工作的杜贝案次只是个争作 和白武等人沟通起来不太顺畅 随着川口支队即将在瓜岛展开新一轮的行动 山本将宇元派驻 希望能助陆军一臂之力 不过除了协调工作之外 宇元此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那就是想第一时间得知川口胜利的消息 以便联合舰队迅速制定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京 9月12日战斗打响的当天 陆军参谋本部的作战室也是灯火通明 大北营的老爷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前线发挥的捷报 但是当后方都在热切的盼望着胜利的消息时 前线的川口却有些狼狈 12日下午 日军发现美军正在埃德森岭抢修攻势 于是当天的日军轰炸机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轰炸机场 而是对南侧的山岭进行了攻击 但是对美军阵地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 自身反而有7架战机被击落 川口计划的攻击时间是晚上20点 其中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首先发起攻击 以突破敌人的防线 第二大队紧随其后 从中间突破继续扩大战果 争取在天亮之前夺回机场 但是到了攻击时间 埃德森岭仍然一片寂静 川口的三个大队都还没有进入攻击位置 不但如此 连左右两翼负责协助攻击的124连队和熊大队 也都没有抵达战场 日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 没有进行充分的实体考察 结果到了行动时 才发现对刮岛地形估计不足 许多地方压根就没有路 只得一边开路一边前进 导致行军速度异常缓慢 川口本队竟然是最先发起攻击的部队 左右两翼的124连队和熊大队 直到一天后才与美军交火 日军的三路夹击策略在12日 变成了川口自己的一支独秀 他们面对的是美军的第一突击营和第一散变营 共849人 指挥官是埃德森中校 其中第一突击营刚刚端了川口再后方的部队站 所以陆战医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 认为应该让他们休整几天 便将其派到了机场南侧的高地 他认为这里既安静又安全 非常适合修整 虽然范德判断日军可能会改变攻击路线 但是没料到会进攻这个高地 结果冤家路窄 来到山极修整的第一突击营 直接撞上了川口的主力 埃德森中校 由于头发和胡萝卜一个颜色 因此人颂绰号红色迈克 红迈克并不认为 刮岛有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 他判断日军主力 肯定正潜伏在机场周围的某个区域 于是一边命令部队修筑攻势 另一方面派出巡逻队进行侦查 9月12日 巡逻队与日军遭遇 并发生短暂交火 这让埃德森中校更加警惕 并向范德进行了汇报 范德随即派第一散闭营来协助防守 埃德森中校对阵地的部署是 山岭的西侧是第一突击营的五个连 东侧是第一散闭营的三个连 其中突击营的B连和C连 负责防守山姬与龙家河之间的平地 埃德森岭是由珊瑚礁构成 海拔只有二三十米 山脊周围的平地被茂密的树林覆盖 这反而影响了美军的设计视野 让日军能够更好地隐蔽行踪 21点30分 日本海军首先开始了行动 乔本新代狼率领川内号轻袭航舰和三艘驱逐舰 开始对机场进行炮击 为了海军的火力支援 陆军马路专门将进攻时间退迟了几天 如今扣门的海军只派了这几艘舰艇 甚至连搜众巡都没有 到了22时 川口主力终于到达攻击位置 此刻已经迟到了两个小时 但是重武器依然没有跟上 而且日军在夜晚迷失了方向 队形出现混乱 本来应该分别在两侧攻击的一大队和三大队 竟然走到了一起 当一大队大队长国生勇吉 准备率队发起行动时 三大队已经抢先开始行动 并冲到了他们前面 为了避免误伤 国生命令停止前进 先整理队伍 而负责中间突破的二大队 与前两个大队失去联系 没敢贸然发动进攻 就这样 第三大队成为首先发起进攻的队伍 22时左右 第三大队的两个中队 开始向美军发起冲锋 将第一突击营C联的美军 赶出前沿阵地 C联随后撤退到战级 13日凌晨 乔本新代狼率领舰队 再次对机场及以东防线 进行了第二轮炮击 与此同时 第三大队对美军开始了第二轮进攻 但是很快被美军击退 两个中队的队长先无战死 5点50分 眼见美军防守严密 三大队大队长杜边九树级 下令停止进攻 埃德森中校随后组织反击 但是没有讨到便宜 双方陷入僵持 12日当天 只有第三大队发起了行动 穿口精心策划的全面进攻 开局竟然是如此惨淡 虽然日军的进攻 是异常的软弱武力 但是范德格雷福特判断 机场南侧的山岭 很可能是日军的主攻方向 于是将陆战武团二营 和一个炮兵连 调到第一突击营身后 以便随时提供支援 这个部署 在后来的战斗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 为了应对日军下一轮的进攻 埃德森中校对防御进行了重新部署 将战线主动向后收缩 以便集中兵力坚守123高地 而日军经过前一天的混乱 对陣型进行了重新部署 与13日夜晚 再次向美军阵地发起冲击 这次进攻明显更加犀利 21时左右 7艘日本驱逐舰 对山岭进行了短暂炮击 随后穿口的三个大队 3000余人呈品字形展开 其中一大队负责进攻美军第一突击营 三大队则攻击美军第一散变营 而第二大队则位于中间靠后的位置 等美军注意力被两侧日军吸引后 他们再杀过来扩大战果 21点过后 山岭南侧的日军 万岁声响成一片 他们投裹白布 在投制桶和机箱的火力掩护下 向美军阵地奉勇而来 随后美军的榴弹炮开始还击 但是第一轮炮弹 落到了日军后面和侧翼 反而起到了给鬼子驻飞的效果 随后美军校正目标后再次开火 第二轮炮弹在人群中爆炸 但是日本士兵毫不理会 毅然玩命进行冲锋 国胜勇急的第一大队 昨晚一直在打酱油 这次进攻却异常凶猛 国胜亲自率队发起冲锋 美军突击营B连和C连逐渐支撑不住 阵地被撕开一条宽180米的口子 随后双方展开白刃战 就在一大队和三大队与美军纠缠时 二大队队长田村昌雄 见国胜大队吸引了美军的注意力 于是率队也发起了冲击 他们选择进攻高低的正面 防守此地的是第一散兵营B连 和第一突击营B连 田村大队的行动被美军发现 随后遭到十几枚炮弹的尾后 日本士兵一边冲锋 一边用英语高喊送美国人进坟墓 而美军散兵营B连连长托克森上尾 端着机枪一边扫射一边回骂道 狗日子看他妈妈谁也进坟墓 虽然美军的防守非常顽强 但是日军的玩命生风 让人数处于劣势的碧连 逐渐支撑不住 一些士兵开始跳出战壕向欧撤退 托克森上尾 见状掏出手枪 一顿拳打脚踢 将士兵赶回阵地 勉强稳住了局势 随后他率队与日军展开周搏战 阵地一边混乱 田村的小四野中队和四桥中队 凭借人数优势 已经完全突入美军阵地 直逼核心的123高地 眼见前方逐渐支撑不住 爱德森命令 散兵营碧连撤退到123高地 继续坚守 同时呼叫炮兵 猛轰撤出的阵地 随着散兵营碧连的撤退 突击营碧连 面对国生和田村两个大队的夹击 他们别无选择 也只得撤退到123高地 至此前沿的80号高地 完全被日军任领 国生大队的一些士兵 发现了美军的一个仓库 对于好多天 没有吃过饱饭的日军来说 简直开心得不得了 一部分饥饿难耐的士兵 抓紧火腿牛肉就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调侃道 这是罗斯福请客 但是美军的炮弹 很快接踵而至 很多日军被炸死时 嘴里还塞着饼干 手里还抓着罐头瓶子 而渡边九树级率领的第三大队 在行动时迷了路 但是仍有一个中队 攻击了散兵营C脸 并迫使其退到123高地 日军在追击过程中 一边释放烟幕作为掩护 一边高喊毒气进攻 搞得第一散兵营人心惶惶 一些散兵退到123高地后 甚至继续向机长撤队 幸亏被埃德森中校 和其他军官及时制止 随着各连 陆续撤到123高地 美军阵地已经被挤压成马蹄形 随后田村大队 将一门75毫米山炮 架到80号高地 准备对123高地进行炮击 但是由于火炮故障 未能实施 14日凌晨1时 九族泛堡的国声大队 开始集中第二中队 和第四中队的残余兵力 向123阵地猛攻 随后他们突破前沿阵地 并与美军展开肉搏战 国声与一名美军士兵 扭打在一起 并逐渐占据上风 该士兵于是拉向手榴弹 与国声同归一进 随后二中队队长 松山明太郎 也在肉搏中阵亡 接连失去大队长和中队长 第一大队开始出现混乱 随后埃德森中校 车队发起反冲锋 将脊柱之军赶出123高地 凌晨2点30分 埃德森向范德回电 感谢炮兵的支援 我们已经完全收复失敌 但是当埃德森中校 以为敌军已经被击退时 后方的亨德森机场 突然显形不断 由于美军被日军一大队 和三大队的火力吸引 田村的第二大队 估计重演 他面临第二机枪中队 进行火力掩护 第六重队进行中央突破 绕开美军阵地 直奔机场而来 日军几乎未遇多少抵抗 就来到1号跑道附近 中队长黑木 下令各小队分头行动 炸毁机场停放的特机 三名日军 甚至冲到了距离 范德指挥部200米处 日军的突然出现 让美军以为日本人 实施了空降作战 范德甚至已经拔出手枪 准备与日本人开干 一些美军飞行员 直接跳上战机 用机炮对日军开火 一些日军爬上机翼 试图炸毁战机 很快被守卫的美军击毙 就在危急时刻 作为预备队的五团二营 及时赶到 冲在最前面的三名日军 被乱枪打死 在击毙了54名鬼子之后 其余日军被赶到了机场边缘 中队长黑木也被打伤 他率领其余日军 准备等待援军的到来 但是各路日军 此刻都止步于123高地 根本无力支援黑木中队 凌晨四时 田村命令 尚有战斗力的第五中队 对123高地发动最后一波 企图支援被困在机场的黑木 但是被及时赶到的 五团二营挡住 双方再次陷入僵持 就在前方战局吃紧时 此刻的川口 却因为迷路 未能清零前线指挥 直到快天亮时 才赶到战场 此时 田村正准备集结残余部队 对123阵地 发动最后一次冲锋 川口立即制止了田村 他认为 今晚的战斗已经结束 如果再不脱离战场 天亮时 美军的战机肯定会前来轰炸 整个支队将会处于 十分危险的境地 随后 他下令各队立即撤退 突入机场的日军 也趁着夜色逃出了机场 川口说的没错 天一亮 美军的轰炸机就开始了行动 这时 80号高地 仍然有100多名日军 随着一颗颗炸弹 落到他们头上 川口彻底放弃了 再度组织进攻的想法 14日下午 他下令日军全线撤退 至此持续两晚的战斗 终于结束 双方殊死搏斗的高地 再次恢复了平静 战场到处散落着 日军士兵的尸体 发出令人作呕的抽泣 后来 美军将此次战斗的高地 称为埃德森岭或雪岭 以纪念 率队在此奋战的埃德森中校 日军东西两侧的阳攻 也没有什么结果 13日晚22时 就在川口主力 在埃德森岭与美军撕杀时 熊部队越过短蚝和西 向一团三营的阵地发起了诸突 他们突破前沿阵地后 被铁丝网挡住 激战几个小时 未能前进一步 大队长水野龙也被击毙 被迫撤回东岸 14日天亮后 美军出动6辆斯图亚特轻坦 渡核坠机 但是没有料到 日军有3门47毫米反坦克炮 三辆坦克相互被击毁 另有一辆坦克撤退时翻进河里 导致撤毁人亡 14日和15日夜晚 熊大队又接连组织了两次攻击 结果都被美军击退 不得不在16日撤出战斗 而西侧的港部队 在13日夜晚22时 向五团三营的阵地发起进攻 但是毫无进展 就在双方僵持时 美军突然发起反冲锋 打得日军狼狈逃窜 情急之下 港明支柱想自杀 但是被士兵拖了回去 之后海军特别陆战队400多人 再次投入进攻 同样被美军击退 接到船口暂停进攻的命令后 港部队抛弃100多具尸体 躲入树林 而美军仅4人阵亡 3人受伤 至此三路日军的攻势全部结束 而船口在撤退时 也是麻烦不断 由于后方兵战被美军摧毁 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 只得涉队从机长西南方向 穿越丛林 希望与港部队会合 由于未带足够的口粮 饿的日军只能吃草莹苔 单驾兵被饿的没有力气 干脆抛下双兵空手行军 9月18日 他们终于抵达港部队营地 此刻只有一半的士兵还带着武器 其余全部丢在路上 熊部队想与穿口会合 结果中途迷路 在丛林里转了三个星期 才找到穿口 埃德森领战役 日军死亡850人 因为伤病造成的减员更多 而美军仅104人阵亡 损失明显少于日本人 当面临占据火力优势的对手时 陆军马路的进攻战术 几乎成了变相的自杀 由于与穿口的通信中断 拉鲍尔的17军司令部 并不知道刮倒日军的具体情况 但是通过截获的美军电报得知 穿口确实已经发起了进攻 防守的美军乱成一团 于是纷纷猜测 穿口已经攻进了机场 大家都非常兴奋 宇元禅在日记中写道 陆军已如预测攻入机场 大攻将成 可以安然如梦也 一些人甚至想直接向大北营发出捷报 但是参谋长二舰救三郎 却保持着一贯的矜持 认为在战况确认前 不宜向东京发报 天一亮 他就派航空三卯田中耕二 前往瓜岛侦察 发现机场周边浓烟滚滚 虽然有20多架敌机停在机场 但是没有战机升空拦截 于是田中判断 穿口应该大据一定 美军正在组织逃跑 得知消息后 最开心的还是海军 三船军衣大喜过望 迅速向东京 发出了占领机场的接报 但是很快 另一架日本侦察机 遭到了美军战机的拦截 这意味着机场 仍然在正常运行中 于是海军赶紧补发电报 取消之前的错误信息 白武清级 估计川口的进攻 可能不太顺利 紧急下令 清业支队主力赶往萧塔兰岛 以最快的速度 支援川口的行动 但是很明显 原水截不了金壳 川口已经难逃战败的命运 而最先得知战败消息的 仍然是海军 9月14日 瓜岛的海军守备队 转来了川口战败的电报 日军的担忧终于变为现实 一天后 17军司令部 也收到了川口亲自发来的电报 支队主力 早与敌军大规模抵抗 大队长以下伤亡惨重 美军兵力估计最少1万人 请速派大部队增援 以再图大局 对于陆军来说 这是非常赤辱的一刻 这是他们第一次 在精心操化的行动中被击败 虽然之前 一目之队也被美军围监 但那是一目兴直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 不能算 虽然此后 陆军又打了数不清的败仗 但是第一次 总是那么的刻骨铭心 而白武清吉的参谋们 也痛骂川口是懦夫 在场的语言禅 也毫不客气 当着白武清吉的面 霸川口的行动 批得一无是处 中途到惨败后 海军在陆军面前 抬不起头来 这次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随着川口支队的惨败 陆军马路也终于清醒过来 他们终于意识到 刮倒的美军 应该在一万人以上 区区一两个支队 根本就是白给 于是决定 将精锐的第二师团送上刮倒 以重新读回战场主动权 而扣门的海军马路 也终于痛下血本 帮助陆军运兵 美日双方 对赫德森机场的争夺 也进入白日化阶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